越南的北越和南越之间的差别很大是真的吗? 嗨,大家好,我是玄妹,我来自越南 我现在呢,在四川成都这边生活 越南的南越和北越距离有一间多公里 所以呢,它们之间不只在生活方式 还是在语言方面,文化方面都有不同的地方 第一呢,要说到的是生活方式 越南北越人呢,就比较传统 甚至可以说是特别保守 文化理会各个方面都比较像中国 而越南南越人思想思维呢,都是比较开放的 第二呢,是北越有纯洁的习惯 而南越人是几乎是没有的 就像自家很多老铁都跟我说 你们越南人是不是没有纯洁的习惯呢? 可能就是因为你们去过南越 然后看到他们就是没有纯洁的习惯呢? 其实呢,北越和我们那边中越都是有纯洁的习惯的 然后生活上是比较节省 在北越和中越呢,大家都比较省吃省喝的产钱 然后呢,就盖房子 因为他们的想法就是一辈子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结婚和盖房子 所以呢,他们会省吃俭用的就是为了盖房子 就算是他们40岁或者50岁盖房子也不算晚 然后呢,可能一辈子赚回来的钱就是全部拿出来就盖一套比较大的房子 就像我父母一样,他们就十年前也是拿所有的兴趣来 然后盖了一套很大的房子 虽然现在只有我父母还有我妹妹三个人在家 但是呢,就住了一栋小别墅嘛 就三层楼,然后有六个房间 然后他们现在只住一楼了 就上面二楼和三楼就几乎都是空的 但是南方人就是不一样 他们是比较大手大脚的 比较喜欢享受生活,消消茶茶的过日子 赚一天,花一天,然后比较喜欢喝酒 然后呢,开开心心过日子就行 不管明天是有没有钱 第三呢,是季后 北约季后呢,就是跟中国广东季后差不多 北约那边就有冬天,跟中国一样 而在南方呢,他们是没有冬天的 就算中国这边是在过冬天 但是在越南南越呢,天气还是非常非常热的 在南方呢,只有两季 就是雨季和干燥季 反正365天几乎都是热的 如果不喜欢冬天,不喜欢冷的粉丝们 可以考虑考虑来越南的南方生活 大家都能享受到一年365天 只有热和非常热的日子了 还有一个就是在越南 北约和中约的老婆会比较受欢迎的 又孤家又能吃苦 而南约老婆呢,就不太喜欢嫁到北方的 因为他们大多都是觉得太保守了 然后生活他们感觉过得不开心 那听到这的话,你们觉得 喜欢南约的姑娘还是北约的姑娘 来做自己的老婆呢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 谢谢大家,再见